前几任总统把美国的国债卖了90年以后 也就是他妈的犀利 2010年了 咱们来错地了 我倒是觉得这个地方不错 小国 我成穷鬼了 没油水可炸了 老子从来就没想刮 小国 不刮 小国 这钱你收谁的呀 谁有钱挣谁的 灯塔吗 没有 我告诉告诉你 灯塔 上任 你得瞧这面目 拉拢列强 自由市场 他们进来 才能让小国也跟着进来 捡刀查之后 列强的钱如数补贴 小国 把钱三七分成 怎么才七成啊 七成是人家的 能得三成还得看 谁的脸色 他 他 我大老远的来一趟 就是为了看他的脸色 对 我好不容易攒够了本钱 卖什么东西化 对 我还得阿鱼奉承 对 还得 洁贫济富 对 还得看他妈的脸色 对 我不成了跪着要饭的了吗 那你要这么说 想过上好日子 还真就是跪着要饭的 就这 多少人想跪 还没这门子呢 嗯 我问问你 我为什么 要走出条自己的路 我就是腿脚不利索 跪不下去 原来你是想站着挣钱 那还是回山里 哎 这我就不明白了 我已经完整的产业链了 怎么还不如跪着呢 小国眼里你是希望 你就是跪着要饭的 挣钱嘛 生意 不寒碜 寒碜 很他妈寒碜 那你是想站着 还是想挣钱呢 我是想站着 还把钱挣了 挣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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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上 这个 能不能挣钱 不能 但能站着 这个加上这个 加上这个 能不能 站着把钱挣了 敢问祖统大鹅 何妨神圣 逼人 杀一难